是呀,這才是怪女的,來,進房間 我不進了 進房間 我不進了 走開 放開… 別這樣 我繼續打,暈了就要打 你別打了 有了這麼一事也要解決 祖哥…不要再打 好了,再打就出事了 大哥,再打就真是結婚了 你也不想搞出人命 這次當給我面子,孫叔… 祖哥,大寶哥在等你 不…老闆 老闆,不要再打,不要再打 還沒解決的,晚點才回來解決你 盯上他們 老闆,不要再打 祖哥,你把衣服收回來 好,走了 好,走 小哥,因為第二期的錢 是芯哥找人送過來的 幸好你小莫 沒有被阿派吹無聊 是,郝先生 想不到我剛從台灣回來發生那麼多事 現在連阿派笑也出來了 是…事 還寫了垃圾嗎? 怎麼了?看著臉都青蠻 你真的相信這把怪雜誌嗎? 沒有了,這些雜誌都是老作的 相信他們一成,雙目都會失明 好笑嗎? 如果我告訴你 你女兒,阿Wing他真的做文教 我上過他,你信不信嗎? 就算是真的,一個願打一個願崖 祖哥你肯付錢,阿Wing肯收錢 公平交易而已 這個臭女兒一向認錢不認人 她賺到一半億我,我發指她 對了,對呀,現在這兒子全部沒用 手指咬出不口音,全部都錢賺的 你怎麼錢賺到你了? 不行,還要分開了 你還沒有?死了就沒過 我想問你之前是否做過緩交 你和高天就發生過多少次性行為 你之前是否跳海自殺你 高天就發被警方拘捕,你是甚麼回應 是呀,回應一下 是呀,小姐 是呀,甚麼關係 你和高天就純粹沒聯絡 上車 高天就純粹沒聯絡,回應一下 先說說,小姐,快說說 你沒事吧 我早就勸了你叫你不要簽牌派笑 你又不聽?現在出事了 你以後不如再用面子去見人 肚子不舒服,要不要載你去醫院看看 派笑,現在出事了 他們父子已經翻臉了 你不是還想生孩子出來賺好處吧 你別這麼傻 他們父子不會給你錢 我殺了孩子出來不是為了錢的 我不想跟你說,停車 我要停車 停… 女兒,你有孩子的,你小心點 你別管我,你還替高天就做事 根本沒資格說我 不想再見到你 女兒,我不想的 我搶著瘋狗的櫃裡的帳 我跟著他,我天天提心吊膽 還要替他做一些陰質的事 不過那帳很快就還清了 我以後都不用看他面識做人 我知道,早前我對你很過分 但你相信我 你多給我一次機會的爸爸 我發誓,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我不會再相信你了 我跟姐姐說過 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別人 我沒有家人,家人死了 就算我爸不要我寶寶 就算我多辛苦 我也要生他出來 以後你還你,我還我 我看了雜誌 我沒想到高天之後連你女朋友都… 算了,別再看這件事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Nana和媽媽 你有他們消息嗎 昨天Nana在機場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和你媽媽會去瑞士 他們走了,那你知不知道他們到了嗎 他跟我說是到了,他打電話給我 不過我還沒收到電話 無論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你也幫我看著他們 放心吧,你不叫我,我都會看著他們 我還要說是 花姐,我也不知道泽哥會這樣對你 是你把我們送回來的 你還說有什麼用? 你還記得當年我怎麼幫你? 我記得當年如果不是你幫我 我早就在澳門街被人砍死了 你還記得好了,我想你幫我的忙 你想幫什麼? 放了我們兩個 放了你們,我會很糟糕 你就是爸爸看著我們兩個 給那個壞人折磨,是不是? 說真的,我也看不過 下午哥這樣對你們,尤其是Lala 她是你的女兒 她連兄弟的女兒都要搞,簡直沒人性 Terry哥,我求你幫我們 你幫我們走,你幫過我們 不行的 修哥幫過一個很大的忙 這樣做是否倒意 你跟這樣的人說倒意? 高天就給你多少?我又給你多少 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是不合江湖規矩 你的意思是三千萬也不要 我還要 阿少,幫我給九碗金邊粉拿走 怎麼樣?搞什麼?買九碗粉這麼多 我這裡有什麼故事?有什麼搞事? 有什麼老大?這裡去… 我告訴你, 這種傢伙有很多錢 這麼多女兒不搞, 只要搞自己的女兒 我本事一定會喜歡 你說他搞自己的女兒 他呀, 在我們面前… 當我們沒說過, 別爆炸 對, 不用了, 走吧… 神經病, 打網做生意 不用, 三把在這裡 甚麼不用? 不用了 來, 下次吧 來吧 好吧 老闆, 娜娜可能出事了 娜娜明明上了飛機 為甚麼揣摩我高天就搞她? 我也不肯定, 所以叫你來看看 威Sir 來吧, 順哥 我替你介紹 這個就是我經常替你提價的 這個威Sir 原來是你, 上次不好意思 笑意思吧 順哥, 我檢查過出入境記錄 高太太和他的女兒真的沒有離開過香港 如果你沒有上飛機的話 那可能真的有危險 別說這麼多, 分頭找吧 威Sir 這邊有發現 威Sir 威Sir 你怎麼知道在這裡的? 你問我的膠袋 我店裡有些外賣在這裡 還有, 都沒有虛嚴的, 沒鎖到 要不要吵 翔哥 是的, 我跟我兒子阿派那邊出了點事 所以以後所有的錢 你直接交給我就行了 甚麼還要過兩天? 行, 那到時候你直接打電話給我就行了 你聽到了, 去台灣老鼓滑滑 對了, 你還是馬上訂機票 飛去台灣看看有甚麼事 我還是訂機票 還有, 你跟Fora說 把今晚所有的預約取消他 知道 我去看看, 小心 上面沒有人嗎? 下面也沒有 翔哥, 你過來看看 很明顯剛才有班人在這裡玩啤牌 那些啤酒還是冷的 還有, 煙灰還那麼長 應該是剛剛才走 還跑得很急 我送給Nana的戒指 阿洛, 你說得對 Nana真的被人抓到這裡 但為何他們會突然走光呢? 他們沒可能知道我們會來 那怎麼辦?Nana會有危險的 翔哥, 別這麼擔心 我算過, 剛才過來這裡 只不過是一個小時的事 他們應該不會走得太遠 我們試試附近再找找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人, 報警吧 好… 翔先生, 有兩個警察來找你 不好意思, 你是高堅舅先生 是呀, 兩位阿Sir, 我就是 我們是東九龍重案組探員 剛剛有人跟我們警方報案 我們涉嫌綁架及非法禁錮高依賴 及沈美懷小姐 現在想請你跟我們警方 回去警察局協助貼查 怎麼會這樣? 阿Sir, 我女兒和老婆 今天早上飛去瑞士 我們剛剛檢查過 外關那邊沒有他們的出境紀錄 沒有理由 阿Sir, 不好意思 你介意我先接電話嗎? 隨便 謝謝, 阿Sir 糟糕了, 周哥 你老婆和我女兒跑掉了 不知道她去哪裡了 齊先生 是呀, 這件事我會處理的 好, 謝謝… 阿Sir, 按照你這麼說 有可能我女兒和老婆真的出了什麼事 不知道會不會他們被綁架呢? 糟糕了, 阿Sir 我跟你回去, 不要要報警 阿Sir, 這件事是我送給高依賴的結婚戒指 她跟我說過她不會脫下來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在監獄出現呢? 一定是她出事了 是高天就, 是高天就抓了她的 劉先生, 你找到戒指不等於什麼 她可能自己掉了 又或者有人撿倒, 掉了一倒 有很多可能性 你怎麼可以一口咬定是高天就抓了她呢? 不僅如此, 阿Sir, 我跟你說過 有個人, 見到高天就想搞Nana 那那個人是誰 你可不可以請她上警署跟我們說呢? 阿Sir, 麻煩你們警方 發多些人手出去 幫我找我老婆和女兒回來 你說如果不見他們兩母女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高天就 你身上寵物在哪裡?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